這叫做當初的風吹 當初的風吹是人生物愛樂 沒辦法控制 我們如果不行本領 我們的生物愛樂都能夠得以 不清楚那種發漏是很痛苦的 叫做佛心 佛心 這是這段位 讓我們得到的小小心得 風明池 解釋了 經濟的念念 監測 有像我們在聽一些故事 覺得 感覺很像這樣 所以我們研究經濟要有那種 求知的慾望 求知的慾望就是我心 要再提供我的意義 要有那種的好學之心 如果沒有這種德力 是很堅設的 因為他們當中 我們要回官反照自己 很難人要看爸爸感到 要看自己更難 要想外面和身體感到 要想外面去管理 要想外面去管理 這是我們通病 我們通病的人 要求外面去管理 要求外面去管理 民間很耐用 要求外面去追求外在的一些事物 很新鮮 這是繁殊的特色 經濟的一些電腦病 他叫我們要放下外在的音源 然後找個感覺很適合 這是經濟的所說 所以比較說 我們在經濟裡面很多的 兄弟姊姊姊姊姊姊 都會說 看著經濟就不夠了 為什麼這樣 要是我們對這個東西 沒什麼興趣 要是我們沒什麼興趣 沒什麼興趣 當然你裡面 就這樣做得很好 其實我們如果時常去應用 有那個心 經濟的東西 如何如何興趣 這是我的體會 有時候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你能在經濟的話 不要多穿那些經濟 當然有時候會有一些心境上的變化 但是經濟 每天看著 我們的心會示範 那些心的示範 這是我們今天修行 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不離經典 看今天要看得有興趣 每天做健身的方向都好 我們應該說 要正量去體會它的意思 如果有體會 那就如果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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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心得 那麼真理才會默默 它會越明顯 如果沒有得意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有時候很多人 自己都不清楚 對不對 不知道 但是 你未到我們的本心裡面 它就會清楚 就會清楚 就會清楚 好 我們大家研究到這裡 就來看 先來講 心理報導 今天 在臉上 給我們 彭泰來 我們待會兒 聽來講 心理報導 最後再注意見 大家今天健康 來一千萬